可能如果是我现在没有上这堂课的话 可能我也是没有想到要退出这个东西 老师也叫我们给了那个股份过后 你要怎样学会去退出 所以很多人可能真的是没有做到 我是Yoonice 我的公司是Atomcamp Resources 我们Atomcamp是有供应超过十种手套产品 Cover大概是十个行业 我们的最主要的行业是中小型的私人医院 牙医 厨师 还有奖励 现在这个时代股权纪律是一个 为留住人 很多人在讲要分钱 要分钱 怎样分到底是要用自己的资料来分 还是要用什么分享 我们完完全全都不了解 只是说公司赚到钱 你就把这一块粉从哪里拿出来的钱分 所以就想说要去上这个股权纪律的课 上了这个YYC 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开放了我的思想 老师也叫我们给了那个股份过后 你要怎样学会去退出 所以很多人可能真的是没有做到 可能如果是我现在没有上这堂课的话 可能我也是没有想到要退出这个东西 而且它也让我们知道 其实有很多种分法 你也是要看员工他自己的本性 他真的跟你是拼到底的 你就要给他一些真正的拥有的权利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让我想很多 不可以说每一个员工都给他股权 讲真的我还是觉得苦苦咯 创业他是为了他的初心而做 他也不会亏待他的员工 员工就像一家人这样子 我们成长我们也希望他成长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做到 所以我也希望有一天是可以像他这样子 我也希望我的员工可以常常去上课 因为我觉得在外面学的东西 是多过于你自己一直在低头的苦作 坦白说是有上课有思为了 不会这样容易放弃